话题来关心 6号新宇航空有一架从台北飞往东京 编号JX800班机 受到严重测风影响 两度无法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 最后转降名古屋 而班机遭遇测风的惊险画面也曝光 旅客直呼摇晃的像在做大怒神 后续航班也全部被打乱 有旅客在被掩误的班机上 等到怒火中烧 对机组人员咆哮 后来还越过了机场的宵禁时间 旅客只好全部下飞机 在机场航下铺睡袋过夜 画面宛如难民营 机上乘客惊声尖叫 准备降落的班机 突然遭遇强烈侧风 旅客直呼摇晃程度就像是做大怒神 从高空看机身 只见当时飞机左右摇晃 一下子往左一下子往右倾斜 让人捏把冷汗 新宇航空这架JX800航班 原定六号中午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但受到严重侧风影响 转将鸣鼓屋后续航班也全被打乱 有旅客在被延误的JX803班机上 等到怒火中烧 这架航班因为两个班机旅客并机 有人行程因此被延迟将近八个小时 加上机组员工时已满 必须更换组员才能飞行 这导致乘客更加不满 我从上路赶到现在 我上路这样子 然后地区也没有跟我们讲 都什么 没有差一点 并进来的旅客有人抱怨 连份飞机餐都吃不到 机场消禁的关系影响 今天晚上没有办法如期去飞 超过机场消禁时间 旅客全被赶下飞机 被迫在航下内铺睡袋过夜 有的睡在椅子上 有的直接躺在机场地板上 画面宛如难民营 搭乘精品航空体验 却宛如空中烈狱 旅客火气恐怕短时间难以消灭 这综合播导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新宇航空的这架航班 6号受到天后音速转降 后续又因为调度等问题 引发了一连串的延误 还导致302名旅客 在昨天晚上睡在成田机场 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 清晨也亲自前往日本 当面向旅客致歉 并且指挥调度 后续也会亲自把其中一架飞机 开回来台湾 而针对受影响的旅客 将全额退费 反正好了我做错了 我该怎么样就走回家大姐 我不是要毕责任 没关系 如果我做错这件事情 我该承担的我就承担 清晨赶到东京成田机场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在后机室安抚乘客 不想尽了办法 可是就是没办法 因为有些卡到卡归 有些卡归 有些卡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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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把他全部卡归线 没关系啦 那违法就违法了嘛 该是受罚就受罚 6号因为JX800班机 原定降落东京成田机场 却因为侧风过大 转降名古屋 导致原本要从成田反程航班 JX801被迫取消 旅客被并入更晚起飞的JX803 最后又加上机组员超时 和机场宵禁等因素 班机无法起飞 后来就讲说 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超过 他们的限制 所以他没办法给他一个 航行的许可 班机无法起飞 等到7号上午地勤 才陆续发送新的机票 但因为重新安排的班机机型较少 旅客需要分批送回 只能先让老弱富儒的旅客先登机 另外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驾驶一台飞机回来台湾 只是针对合并航班的做法 过去航空调度时时常发生 旅客质疑 为什么这回新雨的危机处理 会变成这样 误会机场宵禁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 他目前的机队的数量 的确还是不足 这就是怕这种突发的状况 新雨航空蜡烛两头烧 广体客机无法从日本返台 导致皆需要执行的 桃园洛杉矶往返的两个航班 也都取消 早就先转线 全部都走了 航空公司现在能唯一讲的是说 他飞机进不来 所以说我们也出不去 宛如骨牌效应 一连串的航班受到影响 也让精品航空招牌猛上阴影 记者的宋伟报道 话题来关心国内重要交通设施 机场和车站 最近接连发生了跳电事故 在5号当天 接近中午11点半 松山机场二航下 因为变电站出问题 启动了保护机制 照明设备熄灭 台电表示供电一切正常 不过在同一天下午4点半 高铁的南港车站也停电了 还影响到礼拜五下班通勤 和返乡的民众 对此台电强调要持续加强 车站和机场的线路维护 让供电状况更稳定 不过在台北市大直 还有新开幕的百货公司 周六也跳电了 台电却表示 是业者的自由设备 故障所引起 百货公司里面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都一脸茫然 虽然外头有光照进来 但里面的灯是完全没亮 手扶梯更是仿佛被石花一般 完全不会动 民众只能用走的上下楼 不知道在电梯里面的人 刚刚是怎么办 人家大东走的 这里是台北市大直 全新开幕的百货公司 去带天气炎热的午后 发生跳电问题 虽然是业者 自有设备引起 跟台电无关 不过即将进入夏季 民众对于供电稳定 难免还是有些担忧 开冷气了 有有有 就是太热受不了 对对对 闷啊 主要是闷对 没有冷气可能会受不了 小朋友会受不了 对啊 一定会有影响 5月5号当天 松山机场第二航下 国内线大厅发生跳电 原因是变电站 瞬间电流打 保护装置启动 暂停供电8分钟 不是台电的问题 同一天下午 高铁南港站 也因为线路自动化 开关故障 停电影响 1435户 台电公司会要求 我们所属的驱逐 夏季来临以前 一定要对这些线路 再做一些巡查 这些大用户呢 他对他本身的内线呢 可能也要请专业的 这些技术电器人员 来做检查 那这样我们内外 都能够确保的话 一定能够保证 用电的稳定跟安全 车站和机场 接连跳电 台电规划将持续加强 重要用户线路维护 以免再发生问题 影响旅客通勤 记者林杰杰 萧瑞生台北报道 来关心南台湾高温炎热 有民众募集 高雄前镇的凯旋四路上 有车主在路边烤漆 把马路当成了天然烤漆室 不过汽车达人说 这样烤漆不但颜色不均匀 飞机还会影响到往来车辆 而在台南 正逢六年一科的庙会盛世 高达两千人上街头绕镜 但天气实在太热了 连辣妹都忍不住撑伞表演 顶着大太阳手拿喷漆罐 对着车身来回上色 飞机还随风到处飘 高雄前镇凯旋四路上 车主路边烤漆 把马路当成天然烤漆室 让人看傻眼 不太好啦 这样会影响交通 在那边烤漆 本来就是会返回到经过的人 不是为了你的方便 造成别人的影响 以四位的通风 才会选择马路烤漆 这行为不仅危险 要是一个不小心 飞漆弄脏别人车子 清理起来也麻烦 汽车达人就表示 其实自行烤漆 虽然对车没有影响 不过颜色容易不均匀 高温炎热 高雄有车主 把马路变成天然烤漆室 台南则是遇上 六年一科庙会盛世 高达2000人上街绕镜 好不热闹 当天温度飙迫40度 人员各个冒走毛巾不离身 甚至连辣妹也受不了高温 趁散表演 另外目前正值芒果产季 天气热到果园里 芒果都被晒成果干 路过一地果浓 心在糖血 立下一过宣告夏天来临 南部持续高温 不止水晴难熬 恐怕民众更难熬 记者高雄台南综合报道